我們最後要收的東西叫做空氣污染 就是一些髒東西不好的東西 然後呢跑到了空氣裡面造成空氣品質不佳 會傷害到我們的健康影響到生態的環境 我們叫做空氣污染 通常考試考這個 我們有個空氣污染指標叫PSI 這是學美國的 美國以前叫PSI現在改名叫API那樣子 可是我們還是叫PSI PSI就是空氣污染指標 它監測五個東西的濃度 好 玄埔微粒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一氧化氮跟臭氧 然後每一個濃度就給一個數字 你就有五個數字 五個數字裡面最大的就是我的PSI 比如說玄埔微粒是50 二氧化氮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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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氧化氮是150 臭氧是200 200最大就是200 OK 這個聽聽就好了 我們國中沒有教你PSI怎麼算出來的 如果考試有考它會告訴你 我看這個題目怎麼寫 你就照回來就可以了 反正它就是監測這五個東西的濃度 濃度 然後就給它一個數字 五個數字 最大就是我們的PSI 台灣主要的空區物質 是玄埔微粒跟臭氧 玄埔微粒跟臭氧 玄埔微粒用我們國中生這種程度 你把它當作是灰塵就好 以國中生能把它當作灰塵就可以了 有小小細細的東西 OK 我們接到PSI 然後你就背 一般老師考就考這個背 50以下叫做良好 100以上叫做不良 一般老師就考這個 50以下良好 100以上不良 背一背就可以了 PSI PSI的數字代表好壞程度 50以下是良好 100以上是不良 然後這些空區碗物質 有一氧化碳 大家覺得一氧化碳 它正常 正常態燃燒產生的是二氧化碳 但如果裡面的氧氣不足 就會變成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有毒你們都知道 所以你差不多每一年冬天 你就會發現有人洗澡洗就化掉 就是那個門窗緊閉 然後在那邊燒 然後結果氧氣不夠 然後就變成一氧化碳 有氧化在中 所以要注意 好要通 這個什麼熱眼睛 要通通嗎 幹嘛幹嘛的 這個應該都看過 人家講 一氧化碳有毒 流氧化物 什麼煤 煤啦 石油也沒有流 流就算是有流氧化物 比如講說二氧化瘤啊 做其他的味道啊 之類的 還有氧化物 如果氧不容易作用 可是高溫的引擎 其實可以反應 就產生氮氧化物 氮氧化物 好 那麼 二氧化瘤 二氧化的本身 這個東西的本身 就會引起一些呼吸道的問題 包括你會哮喘啊 乾咳啊 頭痛啊 一些過敏的反應 它本身就會造成這些傷害 同時 它如果融在水裡面之後 會形成酸乳 會形成酸乳 酸乳會造成一些輕蝕啊 腐蝕啊 改變浮活的酸鹼質啊 影響到生態啊 之類的事情 所以就會傳酸乳 三年級的畢科 我們會再講一下酸乳 大家的酸乳 所以二氧化瘤 二氧化瘤 本身就有傷害 然後 它融於水會形成酸乳 會形成酸乳 會形成酸乳 然後呢 就剛才講的玄武威力 有時候國中有當作灰塵就好了 空氣中飄了一些那種 沒有完全燃燒的顆粒 就會產生烏煙瘴氣 你聽過什麼倫敦是霧菇 冬業革命的時候 這個霧就是那些烏煙瘴氣 沒有燒好的那些 剩下那些煤炭的顆粒啊 什麼之類的 灰蒙蒙的 灰蒙蒙的 烏煙瘴氣的現象 要全部為例 這就是我們的空氣碗的物質的一些介紹 那麼怎麼樣去防止空氣汙染的狀況 第一個就是使用 比較少汙染的能源 我們有在推瓦斯公車、瓦斯計程車 為什麼?因為瓦斯是甲烷 燒烷就是二氧化碳跟水 沒有其他的雜質 沒有其他的雜質 所以污染會比較少 減量就是減少使用 有效率的使用 然後呢大家都去搭從大眾捷運系統 這樣平均每個人所產生的污染量 就會減少要減少 然後想辦法掃掉一些會污染的物質 比如說先把煤炭脫瘤 這樣它就不會燒出來有流氧化物 比如說我們的氣餌裡面 含千量減少 就可以減少些污染 就可以減少些污染 所以把它弄掉 然後呢就盡量 不要讓一些壞東西能夠進到空氣中 煙囪呢裝個靜電集成器 把這些渣渣巡圍都吸走 它就不會排到空氣裡面 然後我們汽車裝個觸煤轉換器 然後就可以 它可以善於吸收氣體 可以讓氣體再產生一些作用跟反應 所以都排出一些比較乾淨的 比較無害的東西 這個觸煤轉換器 也是我們要用無鉛汽油的原因 因為乳 因為這個觸煤它有白晶 有片白晶 如果你的氣餘裡面有煎 煎會蓋在白晶上 會使白晶失去作用 俗稱叫中毒 那麼所以 為了要使空氣乾淨 我們就要使用觸煤轉換器 為了要能夠使用觸煤轉換器 我們就要使用無鉛汽油 免得它中毒而往 免得白晶失去作用 就這些策略 看一看就可以了 這些基本上就是PSI 了解一下PSI 背一下50以下叫良好 100以上叫不良 一般老師考就只有考這個 你這樣子就好了 家文有人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結束